因為不只有科學家 還有股票的玩家 還有內線交易的行家 從上午呢 我們就看到很多質詢針對這裡來 但是那我不關心這個部分 我比較請教院長 你認為科學家跟發明家有什麼差別 最大的差別是什麼 科學家也可以是發明家 是的 那差別就這樣嗎 我認為啦 科學家他在追求學術知識 上的一個新的 創建 那麼他的成果呢 是供全人類全文明來共享的 你認為這是科學家的天職 追求真理 然後呢他所獲得成果為 社會為人類文明所共享 但是發明家不同 當科學家是發明家的時候 他希望他的發明 可以申請專利 在可以做商業應用的部分 未來這個專利呢可以保證他的發明 可以幫他收到商業的回饋 這你也同意嗎 對 所以你認為科學家也可以當發明家囉 對 科學家也可以成為發明家之後 從他發明的專利 去得到一定資金的回饋 你同意嗎 我 這個還有一層意義啦 是 你發明的東西假如沒有專利的話 是 這個就整個經濟上就會沒有次序 是 因為那個要有保護 我了解 對 就是在這裡 我們的基礎 學術的基礎呢 是希望 學術科學家無私的奉獻 一篇論文越多人引用越好 你不要求他引用的時候要付你錢 但是一個專利技術可以商業應用的時候 他要使用的時候要付發明的人錢 對不對 對 那麼當科學家成為發明家 開始有商業技術移轉的專利收護盧的時候 這個就是我們政府要介入的時候了 你同不同意 同意 那麼過去中央研究院在這個部分呢 我們看到了齁 每年我國科技的研發預算有這麼多 那麼我們中央研究院有定了一個辦法 叫做中央研究院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 及應用辦法 這個基本上呢 這個 就是要當我們科學家成為發明家 有專利技術的時候 我們希望把它的成果回來供國家所使用 你同意嗎 同意 那你認為目前中央研究院這個辦法定的好不好 我覺得台灣最好的 台灣是最好的 那如果定的這麼好 為什麼還會發生社會大眾對於院長 不管是在中央研究院內 或者在這之前 你的研究是受到國家政府支柱 所產生出來的技術 在移轉為商會應用的時候 它所產生的效益 不管是透過創新公司 股票分享 什麼方式產生今天的風暴 你認為這套辦法 是不是需要更嚴密更加強的來重新審視呢 對我覺得要重新審視 那另外一個是 可能我們社會的風氣 可能有需要更進一步的來了解 這個 假如做科學研究要對國家 對經濟要有幫助的時候 我們怎麼樣來設計一套法規 而且這個法規是社會大眾可以理解可以接受的 所以目前我看到你們的辦法當中 第一條說明了 它的母法來源是科學技術基本法 第六條第三項 對 那你認為你們中央研究定的辦法 上面的主管機關是誰 科技基本法為依據 依據嘛 那誰來管這個科學技術法 科技基本法 科技基本法 科技基本法那個 是誰管的 誰要負責管這個規範 我的了解是應該科技部 好來科技部 來我們司長 謝謝 我知道我們中央研究院 是歷屬上是總統府啦 所以呢科技部呢 是行政院的科技部 好 那麼司長我剛剛好不好意思 我查了一下齁 您是負責這個業務的 您是邱求會邱司長 我覺得令尊令堂很有智慧 因為您負責的就是智慧財產前的移轉 對不對 所以您叫邱求會 不是邱求財 對 好很好 那表示您要求智慧不是求財 那我想請問一下 你認為目前科技部 對這方面的規範 是不是完備了 科技部它有定定 你是不是同意中央 我們剛剛翁院長說的 這些相關的技術移轉的 相關管理辦法是科技部要主管 對科技部主管 是主管你確定嗎 你很確定 目前科技部是根據什麼法源設立的 根據科技基本法 科技基本法上面講的哪一點 是有科技部這三個字 我告訴你 科技基本法在民國100年的時候 科技部還沒有成立 通篇沒有科技部這三個字 它只有在科技基本法第六條第四項當中 由中央科技主管機關定資 這就是科技部你們定的那些辦法的來源 科技部在科技基本法沒有身份 沒有身份 但是呢你們科技部的組織法 跟科技部的處理規程呢 對對了包括科技基本法授權 去訂了一個政府科學技術研究發展成果歸屬 及應用辦法 請問這個辦法是你們管的嗎 對 不是你們管的是科技部科學技術研究發展 及成果歸屬及應用辦法 為什麼 因為政府的科學技術辦的這個辦法呢 不是你們定的 是行政院管的對不對 那我們當成幕僚去訂的 你們是幕僚去訂的 但是不是歸你們管嘛 所以為什麼一直不厭其養問你這個呢 我們來看一下科技基本法第六條第四項 根本沒有出現科技部 你們科技部訂的呢 只能管什麼 我告訴你 你們科技部只能訂 管你們科技部補助的 請問中研院有沒有受科技部補助 有部分有 有少部分 沒有的呢你能不能管 來我們看到這個網頁齁 這是科技部科技研發成果的登資訊系統 只要是接受科技部委託補助 或是出資的都在上面登陸 以便管理他們的研究技術成果的移轉對不對 裡面也有中研員對不對 裡面還有空軍氣象聯隊 你們有補助過空軍氣象聯隊嗎 他如果是研究機構的話就可以 有可能 但是空軍氣象聯隊是誰管的 是國防部管的 所以我要告訴你的是說 如果今天空軍氣象聯隊拿的錢 不是你科技部的錢 他根本不需要你這邊登陸啊 那你知不知道全國有哪些中央政府部會 他負責出資或委託或補助 給這些科學技術研究計畫 你知不知道全部有多少 你也不知道嘛 為什麼因為你沒有得到授權嘛 你只能管理科技部的嘛 你連中央研究院出資的你都管不到嘛 中央研究院自己訂了一個辦法嘛 他訂了這個辦法也不是根據你的母法嘛 他是根據科技法嘛 他是根據行政院的法嘛 不是也不是根據行政院的法 因為你們不歸行政院管 所以現在一個很大的問題是 未來科技部你有沒有覺得你有義務 剛剛院長也講了 目前這些科技技術移轉的部分的規範 有待加強 院長也說了 他覺得這個部分呢 可能需要中央主管機關 科技主管機關 就是指科技部 你們好好的來整理一下 你同不同意 你同不同意科技部代表中華民國政府 對所有經過政府資助出資 然後補助或者委託的這些研究成果 我們對於他未來可以透過專利跟技術移轉 獲取這些回饋的 我們應該由科技部來管你 你同不同意 要回去問部長 我們應該是訂一個辦法 然後... 那你們訂了沒有 我們現在就是訂一個院版的一個辦法 在哪裡 就是那個行政院的那個政府 那誰來管 那個辦法的管 他交給各部會管 他就問你嘛 國防部的 資助的 他不需要經過你嘛 國防部有跟你們一樣有訂這個網頁嗎 有嗎 你可以去問他嗎 所以我要告訴你 科技部 如果誠如翁院長所說的 應該代表中華民國政府 對所有政府出資的科學研究計畫的 一個技術移轉跟回饋 應該完善的管理的話 我覺得科技部 雖然你們成立的比較晚 嚴重失職 如果說今天要補救這個辦法 你們是不是覺得科技部有義務 趕緊的來亡羊補牢 針對所有是經過政府資助的 而且科技部 你有辦法掌握補助的資訊內容 你同不同意 不敢講話了 來 我是認為說 目前呢 我們的學術基本法應該修改 他現在是中央各部會各行歧視 你科技部也掌握不到 你只掌握到你自己的部分 今天中央研究院出了問題 是因為中央研究院他負責製作的部分 你也管不到 所以呢我們認為呢未來啊 是不是政府應該針對這些所有受補助 出資委託的學術機構 大專院校 他應該是要有一個外部的審查機制 這樣的內容 是不是可以請科技部回去 趕快研議一下來推動這個立法 您說是不是應該要這樣做 回去問部長 還是問下任部長 還是問楊部長 好啦 部委員安你啦 如果你不能回答 我再會臨時提案 請科技部來負責這事情 謝謝公務院長 謝謝市長 謝謝 好 謝謝中委員 謝謝 接下來請陳一鳴委員質詢 謝謝 謝謝主席 是不是可以請楊院長 謝謝 請楊院長 楊院長 超開心 五樣 無 SJkum 好 主席 嗚 indication 抓抓抓得很 我在國內面 at 外面 低 spin zeg 解 您的這個您提到說有產生抗體 就是八成到八成五的受試者 有產生抗體 那您的資訊是來自於 那個建盲的當天 那個專家委員會 那專家委員會的 有參加專家委員會的 好像除了您以外 還有還有黃俊生 那個台大就是附著整個的 這個